I don't think that there's any real coincidence here I think this is Fabrication SOS对战Sokey的比赛是开始了 我这边看的还是twitchtv的标新啊 没有看高清流 没有看高门tv的高清流 因为现在还打不开 感觉这个 给力啊 我把它关掉吧 这边狗哥用的是一个修地宝开局 Sokey应该是在防对手修地宝 所以说特别把基地开到下面去了 特别把基地开到下面去 好 这边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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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看一下两边开局啊 修地宝碰上一个三开 Sokey前提应该没吃到什么亏 狗哥战术没成功啊 不过狗哥这个开局啊 修地宝只是他的一个起手势 我刚才把这个代理断掉了 又好了 现在我们看的是高清流 高清五马1080啊 我再次强调 我看的是1080啊 你们看不看得到1080 那关我毛史啊 其实也不是了 主要是我推了1080P 这服务器承受不了啊 一切一切都怪小色啊 因为小色让我推这么 这个马绿的 大家都怪他吧 我们其实今天大家仔细回忆一下 在比赛的过程中啊 都没有出现卡顿的情况啊 应该是比较幸运的一件事情啊 至于为什么这么幸运呢 这主要是跟我的运气啊 有一定的关系 我这个人呢 没有什么优点 就是一点啊 运气好 好 狗哥出先知 看来要快速散开 Sokey已经发现了 对手要散开 由于Sokey也没踢狗速啊 所以说 惩罚不了对手 只能选择升二本 他并不是极限的那种踢狗 踢狗速的一个打法 好 先知出来 先搞一搞 家里面就散开了 出先知的神族 百分之七十是散开的啊 百分之三十 跟永化刚才那个样子 啊 看一下能占到什么便宜吗 2vs 转了3vs 狗哥又要打宇宙天空流了 哎呀 这个打法 就欺负Sokey打这个飞机战术 都打不来 都打不来 是一点什么好事啊 等会第一波虚空过来偷鸡地 我看一下Sokey怎么防 因为他现在用的这个刺蛇 在这张地图上 机动性是被玩爆的 我们看到 SOS先派一个虚空 过来清扫一下视野 为等会的这个虚空绕路啊 营造一些空间啊 先过来清扫 清扫视野 哎哎 风本 还好立场放的还不错 现在Sokey已经知道 对手还在出虚空了 应该可以猜到对手 爆虚空的一个战术 四个虚空了 好解决掉 看到两个虚空懂了 Sokey应该已经懂了 但是 呃 3vs爆虚空 他未必猜得到啊 但是他可能已经有这个意识了 没有看到的情况下 你不能默认对手是这个 多vs爆虚空 你不可能这样默认的 反正他现在知道对手虚空很多 要注意防一下自己老家 尤其是菊花卫 Sokey 这边已经发现对手虚空的位置了 过来截 蓝刀截爱 快点来啊 来了 啊 应该是偷不到什么东西 狗哥狗了一下 发现没有成功 在家里面做了一排剑水学 升级空军的一宫 狗哥要把虚空抱到底啊 这边有谁有在造谣啊 这个有谁有说周宁前女友被周宁完成残花败柳人后抛弃了这个我告诉你啊 你绝对是在造谣 为什么呢 所以说到这件事情周宁还挺伤心的 周宁属于被甩的那一个啊 周宁在他 哎这个东西我也不能说了 现在人家已经要结婚了啊 反正就是哎 你们不能这样说啊 这个真的不怪他 周宁虽然是个汉奸对吧 但是这种行为啊 抛弃小姑娘这种行为啊 他确实没做啊 他可能可以可能确实做得出这样的行为 但是他现在确实没这样做 你们能你们说话要要有根据啊 对不对 其实周宁已经 哎 这个我不知道能不能说啊 就反正他基本上已经等于结婚了啊 他应该是已经结婚了 然后呢 具体的跟谁结婚呢 大家过一段时间可能就会知道了 他自己可能会公布的 以前他喜欢秀恩爱 现在我不知道还行不行啊 哎呀这波虚空 苏凯果然是不知道对手在三分次爆虚空 他知道对手憋了一些虚空 估计没想到有那么多 这波刺手被戳惨了 这个GDO可能守不住啊 这没有感染虫就怎么打啊 苏凯选择的是升级感染虫能量 他先用第一波要用飞龙带刺手来防 但是不一定来得及啊 不还好母剑核心打死了 母剑核心打死了 万一这波虚空没打过 他是回不去的 好飞龙来了 我们看一下这波能不能吃掉 18条飞龙 但是菊花被爆了 Suki被狗哥狗惨了 但没关系 如果这波虚空能吃掉 虫足还可以接受 这波虚空其实对神党来讲非常重要 全部吃光了 这波虚空全部吃光了 还可以接受 家里面虽然被打成了马 但是这波虚空吃了将近十个虚空啊 我个人认为是可以接受的 家里面我们看到感染虫能量已经升好了 现在狗哥在转凤凰 对吧 你感觉这个凤凰是克飞龙的 对不对 等他凤凰能够飞出来 被感染虫一把钉 他就知道个死 我跟你说 Suki这波应该是转的 刚才那十个虚空绝对是损失非常大 狗哥我们看扫了半天 关键是什么呢 只打掉Suki一个基地 两个基地 这个基地打掉 我们要看这下感染虫的神发会啊 如果感染虫能再定住 定住这把凤凰 那一切都好说 这样比赛打到现在 其实胜负尤为可知 别看狗哥现在插的风生水起的 Suki现在就防守 他没有什么好的机动性部队 防守一点尴尬 家里面又被传了一波叉 如果农民再死下去的话 可能就要出问题了 他不能再死太多农民了 这边后门又是出现一些漏洞 菊花被抽爆了 王上 啊 啊 啊 发生吐 所以现在场面上还可以 但他的感染虫还没有吗 还没有感染虫吗 这抓不住的话 要被凤凰这样甩也不是个办法 他还是要抓住对手 抓住对手的话 这样搞是有隐患 飞龙在这边损失有点大 损失有点大 你这个飞龙跟腐化的 这个叫什么 速度是不一样的 你这样走是有可能会脱节 神族家里面已经有巨像了 有巨像有白球有大量的凤凰 有机会能防住这一波 强行交换 重组现在利用资源跟对手强行交换 换的还行 换的还行 这一波虽然战损上面 重组可能是局部小亏 但是大局上面来讲还可以 因为他经济 其实也没占什么优势 就看神族这波能不能守住 能守住的话一切都好处 还有一部分虚空 虚空数量不太多 三个新的虚空还没出来 SOK好像不打仗给对手活路了 用刺身硬盲 神族有 哎呀一个巨像被秒了 还有一个巨像 带个巨像 能不能活下来 好活下来了 但是命学一线啊 学也不多了 强秒巨像 SOK玩了命的强秒巨像 好的 这个巨像秒掉以后 神族火力就不够了 极技 SOK抓住了这样的一次机会 整个进攻的timing 拿捏得非常的准 SOK就很擅长这样 很厉害 很厉害啊 就很厉害啊